还想被打是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如果你做了我们赵家人之后呢 那将来 你就可以得到一半的财产 这可是上亿的 你要想清楚 上亿 五十八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你别数了 反正呢 就很多钱 请进 你又来打我 吃早饭 我给你煎了蛋 你为我煎鸡蛋 没想到你都有温柔的一面呢 都老了 怎么吃啊 你就先凑合吃吧 其实你对我好点 我是可以很温柔的 迈克 你想不想让婷婷过来看看你 想啊 怎么看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说是为了救我 被别人打的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会有人为了你 和我打架是吧 别玩了 别玩了 娜娜 婷婷不会相信的 你吃吧 你吃吧 娜娜 娜娜 你在想什么 迈克 问你个问题 嗯 你觉得我现在是啥身份 那既然你叫我大少爷的话 那你也算小姐咯 别把我说到你们赵家去 你说我是大小姐吧 我又在干着保姆的事 你说我是保姆吧 我又想受大小姐的待遇 我自己心里都觉得不伦不类的 别想那些了 那你听我的 就做我们赵家人吧 你又忘了 还想被打是不是 不是 那你听我说 如果你做了我们赵家人之后呢 那将来 你就可以得到一半的财产 这可是上亿的 你要想清楚 上 上亿 嗯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 你别数了啊 反正呢 就很多钱 可以让你开很多个养养场 那 那我都是冤枉你了 你说呢 你要是再执迷不悟的话 那我怎么更替你结婚啊 我哪有什么执迷不悟 我一会儿就去找婷婷 我跟她说星期六 你要带她去温等我吃饭去 高兴啊 但是为什么星期六啊 礼拜六你们休息可以开个房间啊 你说什么啊 我说什么你高兴就行 说什么 行了 我跟你说 我找婷婷去了 对了 一会儿把菜洗了 我妈回来坐 喂 我谁猜 你以为你是谁 我还没收你房钱呢 走了 赶紧洗手 爸 娜娜说她把志伟给打了 开玩笑吧 我们刚刚说哪儿了 不打不行 什么呀 我在安排我爸和丫阿姨见面吃饭的事呢 跟丫阿姨吃饭 不不 你爸不能跟丫阿姨吃饭 她要跟我妈吃饭 你妈 你妈是谁呀 方叔 你还没跟婷婷说 还 还没用 什么事啊 家丑不可外扬 不过你也不是什么外人 我就跟你说了吧 其实 我是周丽琴的私生女 开玩笑 不相信你可以为你爸 爸 有这么回事 你是周总的女儿 不像 有点 那你父亲是谁 他在药大利啊 爸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这是 这是别人的隐私 我也不好说这事 那志伟知道这件事吗 来之前就知道 要不然 我敢打他 你真打他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还问为什么 他一来就蒙这个蒙那个 陈天不干正经事 我为什么不能替我妈管教一下 是不是 放手 放手 星期六行吗 星 星期六 娜娜 这我以后要是去了赵家 你可是我想姑子了 以后你可能关照关照我 啊 你经赵家不难 但是我现在还没想好 我要跟哪家的姓 怕是以后 也叫不了你嫂子 这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还想找那个爹 那周总 跟他有联系吗 我妈还不敢提这些烂事 怕我把爹找回来 再把他的脑子弄坏了 你真的不应该当着 婷婷说那些话 婷婷很脆弱 一旦知道实情 他会很难过的 女孩都脆弱 只是包不住火的 他迟早都会知道 你能不能再忍一忍 等他把婚事解决了 行了 那你就答应我 和我妈复婚 你怎么绕不过弯来呢 这事由得了我吗 反正照家要娶婷婷 就得先把我妈还回来 娜娜 你现在回到妈妈的身边 这已经是很好的了 你就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你要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婷婷着想 如果你们俩都好了 也就算你妈妈对得住我了 她要是不回来 我就回了 行了 爸 你别送我了 我自己走 爸 你回来了 回来了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说娜娜呀 她不都说了吗 有这么回事 这个娜娜呀 也不考虑一下你在她妈妈公司 我不会说出去的 不过这事是挺让人难以置信的 我也没想到会遇到她 能把娜娜找回来 算了 说说你和志伟的事吧 你打算让爸爸什么时候见见志伟啊 我跟杨阿姨约好了 明天下午五点 鲁迅公园门口碰头 什么时候见志伟 你们俩商量吧 不是 你干吗要把别人给拖进来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不想走在你前面 爸 周总可是给我安排了一个去香港的差事 你可别给我耽误了 要跟志伟一起去吗 当然 那好吧 那爸爸就直男而进吧 爸 你想好怎么安排了吗 怎么安排啊 爸 一见面 打个滴 带他去饭店 吃个饭 再打个滴 再把人家送回去 懂了吗 早 早 麦克还没起来 你把人家打成这个样子 你还不得让他休息休息啊 那他班也不去上了 他这个样子 你让他怎么上班啊 那行 那我就给他安排点义务工 让他挣过大葱什么的 你呀 你可真是一点都不像个妹妹 我看麦克尔 倒挺像是个当哥哥的 当然了 本来就不是一个娘养的 在我心里 麦克尔就是我的儿子 在我心里 他就是个房客 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也不用拿我有办法 反正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跟我爸说了 让他星期六晚上过来吃饭 到时候就要麦克去找婷婷 咱们三个人一块好好吃个饭 行吗 不要胡闹 只要你点头就行 妈 你放心 我会给你个交代的 你们城里人真有意思 屁股大腿的地方 还都用来堆石头和种草 这些东西在我们乡下遍地都是 我看这儿花挺好的 不如不要挖了 花能当饭吃啊 赶紧的 不如我们等妈咪回来之后 我们一起到市场买了 你闲着也是闲着 你干嘛不想折腾 你要不想折腾 那就回香港去 快挖 这不是赶我走吗 这不是纳粹 什么纳粹不纳粹的 你赶紧给我挖 用点力挖那挖那 这么大个男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抹画呢你 问题是葱是你买的 挖应该是你来挖吧 可这个葱是你妈咪爱吃 是你妈咪 她也是你妈咪 是你妈咪爱吃葱 可以 这样操下去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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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